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做生命鬥士專訪第二集 小時候患患了SMA肌肉萎縮性症 當認識她的時候 她的IG粉絲從3000多人到現在已經3萬多人了 最像一位啊 你是需要畫照片的定型 免費 免費 開到一陣 你進去你抬頭就直接進去 你最在意別人說什麼 我可憐吧 這二女 年輕 年紀輕輕 然後長得漂亮做了 好可惜 出生到現在 那你經歷了很多事情嗎 那你有沒有最想感謝的人 高中同學 高中同學 我就是先期年麻煩 就是要帶個輪椅出去 我要跟學弟來比賽 手臂輪椅 VS電動輪椅 大家好我叫傅林 那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要做生命故事專訪第二集 那我們今天採訪的對象是一個女生 那他就是在他小時候 遺患了SMA肌肉萎縮性症 這個疾病 那這個疾病的特徵就是 他的全身肌肉會慢慢的萎縮 然後會萎縮到就是他可能 到現在他可能從一開始可以走路 到現在慢慢的也都不能走路了 身體會變得很無力 但是這個女生他雖然說這樣子 但是他還是對生命永不放棄 現在開始呢 他會開始接外拍 因為他本身其實長得也很漂亮 所以他會接外拍 甚至他有開始在扮演GOSPLAY 然後也給GOSPLAY的攝影師拍照 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他的IG粉絲從3000多人到現在已經上萬多人了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分享 那我們今天就一同去採訪他吧 新竹 到新竹來了 我們剛剛搭的列車 看到一個秘境 我們剛剛搭電梯下來之後 然後這邊是 算地下街吧 對不對 地下道 地下道 喔 都特別嗎 欸 他我這樣拉著你會 你會覺得 特別 不會喔 你會覺得 現在難接近嗎 好啦 那我們現在 就已經來到我們旁邊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 做一個簡單的採訪 那我們現在有準備補到題目 補到題目 要來詢問 第一個就是 我們答案 你先請學弟自我介紹一下 OK 好 大家好 我是學弟 然後我是一位 脊髓一心 結果我做症狀化 然後主要就是 疾病會讓我的脊肢回縮 然後比較沒有力氣 好 那第二個問題 我想問學弟就是 在你生病之後 你覺得最大的不方便 最大的不方便 最大的不方便 就是要去練習 等一下這樣子 我們還有一個 提問就是 應該是好奇的一點是 你最賺 你可以拿到 多這種東西 好問題 有什麼問題 可是我覺得 東京我沒有辦法確定 可是差不多 兩本教科書吧 兩本教科書拿得起來 超過兩本就會有一點點 實力 實力 對 那 因為其實大部分 幾乎所有的人 問你問題 都會問說 最大的不方便 那我自己就會想說 那你有沒有想過 你最大的不方便是什麼 最大的不方便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耶 就是 有產障手車這個算了 你產障手車 我也覺得是 我也覺得是 因為就是需要有些地方 可以半價 對 高鐵 對 對對對 像我們今天來動物園 然後就是免費 免費 對 我覺得這比較高 然後那我現在 在台中 然後有一次我們去客戶館 或者是跟我們去 我就看到客戶館 門口 還沒有拍很長 每個人都要掏錢 掏錢付錢 做過我呢 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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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進去 你還從那直接進去 這個東西對我們來說 也是我 你身為一個行動不便的人 如果你領友 聳色的話 其實真的是 還蠻不錯的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你最在意 別人說什麼 說 我很可憐吧 是 二年 他說 如果你年輕 年紀輕輕 然後長得很漂亮 做了 你好可惜 要可憐 每次聽到 假如說你有聽到人家這樣問 那 你會回應什麼 我是說 我不會覺得很可憐 或很可惜 就是 我現在是過得很好 然後 然後他就開始講說 哦 那你可以走 都不可以跑 哦 因為這樣子更好 對啊 但做你這麼幸福 這個其實我也遇到過很多次 然後 就是有時候 你會內心會想說 其實 因為有的時候事情就發生了 對 那我們 就只能 想著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融入 這個生活 這個環境 對啊 但是 你如果說 對方一直跟我們說 我們這樣 可以怎樣這樣 其實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是這樣 是要讓我們覺得說 我們這樣 你真的是一個 很不OK 還是說 很糟糕的事情 對啊 第四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什麼 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不管是好的 還是壞的都可以 你目前為止 是 在你行動排行 第一個最深刻的事情 這應該 我不知道是介於好還是不好 反正就 蠻有趣的 嗯 因為我行動不方便吧 那要受備 我離開上車我都要很久 就是 像我高中是穿那種制服服 就要拉很久 所以有時候上車不需要 一堂的時間 然後 就是我同學會陪我去上車 然後有一些老師就會覺得說 欸 你怎麼去那麼久 我想上了 然後 嗯 然後就會進我們放課 啊一開始我就是 對 然後我就跟老師 然後我說 就是很抱歉 就是害你了 不然就是 跟老師講說 記我就好了 不要記 是喔 對對對 然後我朋友一開始就是覺得說 沒差 給他記 就很隨便 對啊 然後他就跟著我一起便當 啊 是喔 可是老師不會知道你的狀況 他知道啊 可是還是覺得 你們不想上來 我們去台灣去 他都說為什麼要那麼久 要接課時間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是喔 蠻像生課 然後他被當的時候就是 想說 算了 不是要在那裡 老師他沒有很清楚了解 最實際的狀況 對對對 他不知道說你以前 可能要移位 或者說 傳播 真的要花很多時間 對 那 最後一個問題喔 就是 目前在你 就是 從出現到現在 那你建立了很多事情嗎 那你 有沒有最想感謝的人 我覺得 反正大媽是一定要的 大媽 對 因為剛好就是在 國中升高中那段時間 就是 嗯 就是有一些想法是 我會開始擔心說 可能交換到朋友 喔 對 因為國中就沒什麼朋友 那一個非常實際的 一個人 實際 我覺得那一群都是 那一群都是 那一群都是 對對對 然後他們也不會就是 嫌棄你很麻煩 就這樣 喔 然後我覺得就跟他們相處 最舒服的是 比如說 像我剛才講到他們要帶我去廁所嗎 那 有些人就是 可能會憋著 會覺得說 我只是覺得 例如說他們可能會憋著說 我怕 就是 你沒有辦法去廁所什麼 然後 比如說 我可能真的想要上課 我不會不敢說 喔 我不要帶你去廁所 喔 就是他們可能就是會跟你講開說 喔 我現在真的想要上課之後 會不會請誰誰誰 帶去 他們就可能會流流 這樣子 他會直接當面對你講 就是 因為就是 他不會就在背後就說 喔 那是誰 這很麻煩 這我想要聽 對 他會跟你很清楚的說 對 所以 這樣子他也不會說 他在背後就跟我講什麼 這樣子 就是跟他們相處都沒有這樣 然後又覺得說他們很棒 因為有些 朋友其實跟我出去 還是會有一點 有一點嫌麻煩 就是 想說要帶一個輪影出去 可能去外面吃個飯 吃餐點什麼 然後擔心 有門檻啊 也不方便啊 可是他們就是 完全都不會爆 然後 然後有什麼事 有什麼錢 請問你說 沒有翻車過 沒有 沒有 沒有翻車過 我有 我有翻車過 我前後左右都翻過 我就是 可是都是很小時候 然後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也是 就是因為你剛剛提到校園嘛 我就想到我 國小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是 要換洞上衣文課 比如說 我從校舍這一洞 要到那一洞 要上衣衣文課 然後我們中間是隔著一個操場 然後我那時候就是 輪影其實 前輪已經有一點點 秀斗 有一點故障 然後國小 就愛玩 然後下課的時候 就會推我嘛 有沒有要推原本那一棟校舍 這樣 然後我們就推在草場上 然後就愛玩 就飆車 投車推著我 然後就是用跑這樣 然後我把一個前輪就是 油壞掉 他就這樣 那我拿個人點了之後 就看 就是有點卡住 然後說速度很快 整個往前撲 然後整個撲在地上 好痛喔 然後說我們這隔壁是司令台 校長剛好在上面講話 校長直接看到這一幕 你有說什麼嗎 沒有 好痛喔 好痛喔 那 以上呢就是 就是這個採訪就是要讓大家去了解 就是在於雪莉 她的 不管是她本身的疾病 與她生活當中 遇到的問題 或者說 她想說的話 那希望透過這個影片 你們可以去更了解 其中普遍的人 他們 是在生活當中 我們所會遇到的問題 以及 心度歷程 甚至是 有什麼想法 好 那我們就 謝謝雪莉 謝謝雪莉 然後我們下一幕呢 就是要去幫她拍展 好 我們就 下一幕見 好 現在呢 我要跟雪莉來 比賽 第一屆 手推輪椅 vs電動輪椅 到底 手推輪椅比較快 還是電動輪椅 照理說是電動輪椅 但是因為 因為本人呢 已經有20年的手術經驗了 所以 所以我自認為我推輪椅速度也蠻快的 所以我就 很好奇 到底 我有沒有辦法 推得贏 電動輪椅 好 那我們待會就是來 比一下 3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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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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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睡得正常 一、二、一 好,一、二、一 你不能、一、二、一 就快要來就 好啦 影片即將進入尾聲了 今天一整天來跟雪莉來到這個新竹市的動物園玩得非常的開心 且也在採訪當中更認識雪莉這個人 因為從小的不方便讓她很多事情都必須想著辦法克服 最讓我佩服的是雪莉不只沒有被這些事情打倒 反而更加有自行的活出屬於自己的特色與風采 我在幫她拍照的當下 能明雄感受到屬於雪莉自己獨有的自信 這種自信使她全身綻放著光芒 是我們每個人都值得學習 值得看齊的對象 好啦 感謝你們收看到這 其實我非常喜歡這次的這個系列 那以後我也會持續的去採訪更多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命鬥士 因為我知道每個人就像一本書一樣都有自己的故事 透過這些採訪不只讓我學習到很多 也讓我更了解這個世界上其實還有很多令人感動 甚至是勵志的對象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那影片就到這 別忘了按讚訂閱追蹤我的頻道 富林出走 我們下次見 掰掰